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那当然了 不然我来这个小地方干嘛 周先生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先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 东风 怎么说 就是周先生身边缺少一个命中带金的女人 打赏的意思是 要我们少爷尽快成千 没错 根据周先生的命格来看 如果能尽快娶个命中带金的夫人 这样可以帮助周先生逢兄化吉 在事业上也能使周先生更上一层楼 大师 我们上哪去找命中带金的女人呢 在这个镇上 有位叫马胭治的姑娘 我曾经和几位命理大师看过她的八字 首相面相 根据这位姑娘的命格来看 完全符合周先生的条件 马胭治 是 国秋 丽红 丽红 这么早 你怎么又在这 我在等你 我那个门栓坏了 你帮我去修一下吧 昨天你怎么不说呢 我也好一块修理啊 我早晨才发现的吗 哦 嗯 你看这样吧 你去找庆程帮你修理 老实说 我这样每天往你家里跑 会让人家说闲话的 不会啊 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怎么 怎么会有人说闲话呢 是 没错 可是总有些人吃饱了撑的 到处说闲话 昨天顺娘还问起我 去你家的事呢 顺应误会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以为我们有什么事啊 都是我不好 我怎么说闲话 我做的事呢 我一场了 对这边 他怎么说闲话 就要哪里 是什么事啊 啊 你又 Enemy 你怎么说闲话 我真的不读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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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直说了 顺英她是一个 很好的女人 她和乌秋 两个人也彼此相爱 我希望 你不要再破坏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幸福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明明知道 乌秋深爱着顺英 顺英也对乌秋 有着极大的包容和信任 可是 我请你站在 顺英的立场上 好好考虑考虑 一个做妻子的人 怎么能允许 自己的丈夫 天天跑到 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 况且 顺英她知道 你爱着乌秋 你的意思是说 我 我爱你 我爱你 自己的爱 我爱你 他在心中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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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愿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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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这就是陈家姑爷 是卖杂货出身的 当年和陈大小姐结婚时 还传为地方上的一段佳话呢 陈大姑爷 怎么现在还在卖杂货 是啊 陈家的日子过得这么辛苦啊 既然这样 还不如把地卖给我们少爷 也不用让姑爷 每天出去风吹日晒了 这就不用你们二位操心了 陈家就算状况再差 我们也不会变卖祖产的 说得好 不过事实无常 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忙了 好好考虑考虑吧 告辞了 慢走啊 他们两个是来做什么的 那个人是周市长的儿子 他要买我们家一块地 原来是市长的儿子 难怪派头这么大 我们今天 可让他看得够扁了 五秋 你好好想一想 你真的 还要出去卖杂货吗 小少爷 小少爷 小心点 别撞到了 小少爷 你摔倒了 你摔倒了 慢点慢点 你慢点跑啊 小少爷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保佑金水的病早日康复了 慢点跑 慢点跑 小少爷 慢点慢点 小少爷 你摔倒了 你摔倒了 没关系的 要是金水人天天都这么健健康康的 不发病就好了 慢点 慢点 你摔倒了 慢点 慢点 你看 这么活泼的孩子还真是看不出他得了杨天锋 是啊 你说 五秋的儿子长得倒是没情目秀的 如果健健康康的 那长大了 不知道会迷倒多少个女孩子呢 可惜呀 他得了杨天锋 就算陈家的家业再大 将来也不会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 如果我是他娘啊 现在就赶紧给他找个童养席 行了行了 我们回家吧 这孩子真够可怜的 吴秋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家里的事 你做主就好了 是关于金水的事 金水德它是癫痫症 虽然医生说 只要按时服药 长大以后 就能跟一般人一样正常地过日子 可是我想这镇上明智未开 等到金水长大后 恐怕 没有人家敢把女儿嫁给他 说得对 我都没想这么远 所以 我想替金水找一个铜养席 你的意思呢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么说 你也赞成了 当然 等以后我们年纪大了 金水身边 有个人照顾他 我们也会放心一点吗 其实 癫痫症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可怕 只是大家以讹传讹 只要我们 好好地跟人家解释清楚 我想 一定会有人答应的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 我不叫卖了 我去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 哪家的女儿 愿意当铜养席的 只要能给金水找一个铜养席回来 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 顺娘 别想太多了 明天开始 我去打听一下 一定帮金水找一个又可爱 又乖巧的媳妇回来 晚了 睡觉吧 你啊 就别再愁眉苦脸了 这事我去办 你都放心吧 辛苦你了 无穷 为了我们的儿子 这件事怎么都算辛苦呢 林大婶 这镇上每户人家你都熟 有哪户人家生活贫穷 女儿没法养的 你应该最了解了 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等事情办妥以后 我一定准备个大红包来谢谢你 这个红包我怕是赚不了 你想想看 咱们镇就这么点大 你儿子有杨巅峰的事早就传开了 我怕这个时候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给你们陈家当铜养席 不行 就是再穷的人家 这孩子也是人家父母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谁任心让自己的女儿 做了铜养席之后 还要伺候一个有杨巅峰的丈夫 你可以相信我和顺娘都为人啊 等我们把铜养席接回去以后 我们会把她当成是 是我们的女儿一样疼爱 我们会让她过最好的生活 绝对不会让她吃半点苦的 好吧 我带你去 不过 这话你来跟对方说 免得人家以为我连这种缺德的钱都想赚 行行行 我自己跟对方解释就好了 不过 如果 到时候真的成了 这个 这个我 这个你放心吧 如果可以给金水找一个乖巧的铜养席的话 这个红包一定不会少你的 好 这会我先带你去天宋家吧 这个人爱喝酒 去年摔断了腿 到现在也没有好 他们家有五个孩子 全靠他老婆养家 他们家老三倒是个女儿 算起来跟你们家金水的年纪差不多 长得也很乖巧的 真的 真的 那我们赶紧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啊 好 你当心点啊 林大神 赖家的人又搬回来了 没听说呀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不是陈家大姑爷吗 怎么那么巧啊 你怎么在这啊 怎么 赖家的房子让我们少爷给买下来了 我们在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乌丘 我们走吧 走走 赖家的地根房子已经被我买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他们陈家 少爷 我看陈顺英恐怕没那么好对付 陈顺英虽然不好对付 可他的丈夫乌丘 一看就是个二愣子 我们走着瞧 我想得到的 还没有得不到的 对 小六 姑爷还没回来啊 是啊 大小姐 还没回来呢 你先去休息吧 我来等他 可是 我 乌丘 姑爷 姑娘 你回来了 小六 快去给姑爷准备消息 好 乌丘 怎么样 找到合适的了吗 我今天找了二三十户人家 有的人真的很穷 穷得很可怜 可是他们一听说 他们的女儿要给金水当同样媳 死也不肯答应 那你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吗 我相信 就凭我们陈家 应该 不会有人家不答应的呀 我知道我不会说话 可是我真的很诚心诚意的 向他们请求 我跟他们说了 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他们女儿的 可是他们 他们说 就算再穷 也不会让女儿给金水当老婆 毕竟大家对杨巅峰不是那么了解 水娘 如果你想骂我 就骂吧 我知道我笨 我不会办事 可 今天 是第一天而已 为了金水的幸福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 福财哥 你觉得呢 水莹啊 既然你和乌秋 都决定抱一个同样媳婚 那我也赞同 可是 很多人家 知道金水得癫症之后 都没有人肯把女儿 给我们做童养媳 乌秋 找了很多人家 都没有人肯答应 是这样 那这件事 交给我来办吧 看来 我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找 最好 是没有人知道 陈家的底细才行 你的意思 对 就是不能让人知道 金水患有癫症 这不是 这不是欺骗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水莹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 可是你想想看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说不定乌秋 真的能找到一家 愿意接受金水的人家呢 可是万一没有呢 现在乌秋 四处去打听 愿意接受金水 有这个病的人家 可是呢 知道金水患有癫症的人家 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件事再传下去的话 以后你想找一个 不知道金水患有癫症的人家 恐怕就很难了 可是 春莹 我知道你也不想骗人 可是你仔细想想 这件事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们找的一定是穷人家的女儿 她如果一辈子留在家里 那肯定过的是苦日子 说不定以后 还会被卖到怡春院那种地方 如果我们把她接到陈家了 那嫁到陈家以后呢 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你说是不是 这是当然了 更何况 我一定视她如己出的 这就对了 我们陈家 必须好好的 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对待人家的女儿 再说 金水也不是天天发病 将来长大了 两个人照样可以 恩恩爱爱的生活一辈子 我当然会好好地对待人家 可是 如果不跟人家说清楚金水的病 我觉得 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 这太自私了 水莹 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更何况 她是你儿子 好了 水莹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啊 如果真能像你说的那样 这福财啊 能够改过自新 我也就放心了 可惜啊 你会议没有看到今天呢 七九公 您来了 吴秋啊 我听顺莹说 这段时间 你忙着给金水找媳妇呢 是啊 好啊 这就对了 这家里的事情啊 你不能样样都交给顺莹嘛 你是一家之主 就该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 我知道 我准备继续打听 希望今天有好消息 七九公 您先坐一会儿 我出去了 去吧去吧 吴秋 好 我看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我怕你身体会受不了 没问题的 我还是赶紧到处打听一下 早一天有好消息 你也会早一天安心的 你的心意我了解 可是 你每天这么早出晚归的 跑那么远的地方 就算是铁打的身体 也受不了的 再说 我也请福财哥帮忙留意了 有他帮忙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哦 这样啊 吴秋啊 这顺莹是为你着想 怕你太辛苦了 你要学着 懂得体会他的用心呢 哦 吴秋 我绝对没有任何意思 认为你帮不上这个忙 只是我觉得 多一个人留意 我们的机会会大一些 我 我知道 我别跑 抓到了 抓到了 福财少爷 大小姐 福财少爷回来了 你是不是谁啊 金水 你是金水啊 我是你福财舅舅 都长这么大了 福财 是啊 你现在才知道 你离家有多久了吧 武财 顺盈 鸡酒公 这次回来 我是想给婶婶 杀出箱 而且我希望你们大家原谅 不过去缩缩的一切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只要你回来帮忙 我们都很高兴的 是啊 福财啊 回来就好啊 你也知道 吴秋一向敦厚老实 可有些事情啊 他就是帮不上顺盈的忙 你看金水这孩子 又得了这种病 你能够回来帮忙打理 顺盈了 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可以专心致志地照顾金水吗 对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童亚席的事情 已经有回目了 我约了对方 明天就把孩子送过来 是吗 这么快啊 那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家 当然是个群苦人家了 这个年头 如果不是日子过不下去 有谁家 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送给别人当童亚席呢 小少爷啊 你要娶老婆当新郎了 福财啊 我早就说过 你脑子好 反应快 如果你能脚踏实地地干 你早就是一个大老板了 这不是很好吗 福财 还是你行 我跑了好几天 找了几十户人家 说的嘴巴都干了 就是没人答应 你出面 马上就有好消息 真是厉害啊 哎呀 好了 金水的事情 也算是解决了 去 给你婶婶上炷香 今天你为金水 做了这件好事 你婶婶要是知道了 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回来了 沈沈 福宰哥 会一直到你浪子回头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现在只要 一想起来我以前百万的无腻疼 就像有把刀插在我心上一样的疼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再说 你现在不是已经改过自新了吗 是啊 福财 你还年轻 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成就的 我是可以从头来过 可是神神 神神他再也回不来了 再也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 爱我 疼我 神神 我这次回来 就是弥补我以前犯过的错误 神神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一定要把顺应 承担起陈家的重担 神神 希望您的在天之灵 也保佑顺应 一切平安 顺利 神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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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